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继续来介绍善才童子五十三餐里面的第32位 普德靖光主夜神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是成绩上面两个单元 那要最后的部分再补充这位普德靖光主夜神 他告诉善才童子他怎么样子实际的度化众生的方法 他本来已经告诉善才童子 他用这个菩萨的试禅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来实际来修行他的菩萨吉净禅定乐谱由布解脱门 然后就是有实际的例子的度化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部分介绍完 我们就要介绍下面的第33位的 喜目观察众生主夜神 那我们就是先 再把普德靖光主夜神的这个部分再介绍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节来面来补充这个普德靖光雅神 他跟神才童子呢 他除了用这个思想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的这个改叛范茫以外 他又可以说来补充一个礼来 把这个神才童子说他是如何实践在度化众生的方法 我们这个部分解释的后来 我们就要继续来介绍这个第33位的这个神帝学 这个喜目观察众生的这个亚神 也是这个亚神 就是他显这个暗时的这个神啊 不过呢 其实是在显菩萨的大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会再来介绍 我们这个第33位的这个普德靖光雅神的这个来源 那我们来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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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内容呢 就是普德靖光雅神啊 他告诉善才童子 对于在家放育的众生 要起这种对世间的这种厌礼 我们世间每一件事情都是各种因缘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只能保持一种随顺 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在那个地方 可是如果说因缘根本就是不让我们 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那我们就要自己要能够稍微缓慢一下 然后观察一下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 我们要去行善 我们要去学佛 我们要去诵经 种种这些 那我们应该要去做 可是如果跟大家的因缘的这些配合 我们就要观察 所以说随顺因缘呢 并不是说我们不做事 而是说我们在各种的因缘里面 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决定性 那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去做 可是如果跟别人配合的 这样子这些的种种因缘 大家不适合的话 那我们就也不要去真正去强求 可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还是去做 那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所以我们又有另外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了解到说 学佛其实它是一个很积极性的 不是消极性的 那这边就是也要了解 这个诸种因缘里面的无我性 没有一个单一主宰的 尤其也不是我自己在主宰这样的 就是在因缘法里面 是众缘合合的 是这样 然后世间一切有违法都是空的 那既然是因缘的话 那在因缘的过程里面 都没有办法说有一种实质性的 那有什么好执着的 所以一切的所有的世间 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 所以这个就是空 所以这个空就表示说 每一样的东西它没有完全不变 或者是说它只有单一的 没有办法再划分的 那永远都是能够持续的 没有这样的 世间法里面没有这样的 那要产生这个世间是无声响 就是我们的心不要有一种执着性 然后起贪真痴 这样的这种生起我们的这种心念 它叫无声 就是没有 所有的世间都是本性都是空的 那是空 为什么有可以生呢 当然就没有得生 那相对的就是没有生也没有灭 那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众生 常常喜欢一直生一直生 我们就是想东西也在生 要做我们的牲口一三叶 我们也是在生 这个生就是我们就生起一个什么样的叶 这样 生口意三叶都算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生口意三叶 本身可以有一种安定寂静的状态 所以就无声 是这样 还要想到这个世间是不自在的 就不是我们真正可以身心安定的这样的状态 这个世间所有的有成的 有成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生起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种有违法里面所造成的 那这些东西一定有老就是会垫 那有病就是会坏 然后死就是空 所以说东西的时候 一个物品我们称作成住坏空 如果是人的话说生老病死 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世间有成那就会有坏 那就会有空 所以要等于是 但是这位菩萨夜神他所教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就是佛法的一个根本的精神 就是了解到世间法里面没有办法去执着一个实质性 所以要起这样的厌理心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佛德仁公也行 他在高度神在同主高度这个世间的宅家奉悦的重心 要让他们了解说这个世间是不正的 这个世间是要厌理的 这个世间是一种比较的的景形 那我们所有的种种的俗相种种 其实呢就像我们一个人拔掉了 所以这个重种的这个景形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 没有了解到一切主法的这个本性 所以说要了解这个主法的本性 我们就要知道说各种的属物 或是我们自己想的 内自我们自己的相互一切这个世间的问题 代自 宿佛 还是我们人 所有都是无双的 我们如果有这个探索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有苦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说这个世间的真相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我们就好像很小的 我们就大小的 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实性 这样来生活 想就想 想 想 我们如果要买 这没错 我们就开始烦闹 种种 我们不能说一个欢喜 其实我们的这个世名到底是实质 是怎么办 会进行 所以就是说有福福来面 我们才会了解 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双的 我们要打拼 我们要来做空间 我们要来博物 不过 不过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心 要了解我们的心的实质 所以说要了解说 所有的事情 其实呢 就是一种因缘法 所以这个因缘法来面是不满的 所以这样是 让我们的这个人 我们自己就可以说 要把我们的心 似乎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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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我们自己去想 那就是要安装就安装 那我们可以翻识 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 我们要坚持的这些事情 是修计 是应该要这样做吗 那这样做 大家都有利益吗 还是因为我这样要做 是因为我自己的利益 我只想到我自己 对吧 所以我自己想到 我自己的时候 我跟别人的利益 有冲突的时候 这样这里面 就有这个利害关系 我们就跟别人去做 这样就是抗了 现在抗了 又加上帮 别人还要来反对我们 还是要来保护我们 这样是 那就是 种种的事情 都无所谓了 所以 这个里面就是 因为我们的坚持 那个问题是有 贪心、欺炎 这个 性分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了解说 其实我们的书生 我们的种种的 这个 双方跟我们的 这个欢迎 种种的 我们就是有这个 接着 这个成分 所以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 这个 贪心机的这个部分 把它去掉 然后 可以了解说 我们总统做会一切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固定的 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因缘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说 它就是无目的 就是 我们不是 唯一的 成分 这个因缘法 它就是变重的 所以说 这是空的 所以 我们可以有这个观察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可以帮助 我们自己 心还可以奉合 我们心还可以奉合 就主宰了 如果我们去接着 就没主宰了 所以 它就是 教宗善宰同志 我们要了解 这个 社会院里面 行主、怀、空 人就是 行、怒、秘、術 这就是说 定义对我们的四名 可以都做一个精配观 我们可以说 有心 我们就要想到 这个心就可以 会老、会坏 人会破瓶 再来 最后的就是 都没了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 去观察的时候 帮助我们自己 不去接着 这个 目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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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 这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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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我们的四名 的界定 不过去 只有一个 所在 或是一个 感觉 就像 把我们的心 都跟着 所以说 这个部分 就是 善才同志 他 请求 这位 普德 静光 主业神 教导他的 这样的 行菩萨道的方法 所以 这位 夜神 他就告诉他 这样的实际的 教导众生的 这种 方法 所以 他终结 就是 要让众生 能够 与五欲 不生 乐主 五欲 就是 我们 一般所说的 我们 人 就是 对色 生 相 畏 对境 眼睛 看到的是色 耳朵 听到的是声 鼻子 闻到的是香 我们 口 舌头 尝到的是味道 或者是身体的感受是醋 那我们对这些的对境 所有看到的东西起贪指 那就是眼的欲 色欲 那 所听到的声音 我们喜欢贪拙 也只是 音乐 或是 某个人讲的话 或是某个人讲的声音 那起贪拙 那就是声欲 那鼻子喜欢闻 有特定的香味 那这个就是香欲 那我们鼻子 那就是味欲 那身体所喜欢执着的 像我们人喜欢穿这个柔软的衣服 那 那么 这是人的这种追求的欲望的对象 所以这个就是处欲 那这些呢 就是五欲 那就是要能够了解说我们眼耳鼻舌声 都对境会起执着心的这样的欲望 所以就是说要了解我们能够把自己 就是要在起欲望的时候自己看得到 而不生乐着 那也劝众生不着欲乐 围住法乐 就是不要呢 就是单溺在这种欲望的这个乐里面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对外境有追求 然后在追求到外境的时候 所起的快乐的那个感觉 像说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很好吃 那结果这个东西吃了以后 我们好几天还在回想这个味道 那这个就是欲乐 我们起了这个欲 然后得到了这个欲以后的这种乐 我们就一直在单溺在这个乐想里面 那反而要叫众生是要住在法乐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 那我们学佛有没有这个法乐 我们知道法喜法乐 那我们念佛我们也要感受到念佛的乐 那我们拜佛我们学佛的这个乐 我们也要去感受啊 我们修禅定的乐 所以能够有这个禅乐为食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是一样的 我们平常只知道要吃的这种食物啊 那不知道说我们还有禅境的这种意境为食物 所以一样的道理说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呢 住在法乐上面 然后呢出离于家 路于非家 那出离于家的这个家呢 应该就是说 那一般的家庭当然是实际的这个家啦 那如果说我们的心有所贪着的话 我们也把我们的心呢 住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种 素负的家里 是这样 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困住了 所以家就好像是一个 好像兼劳一样 那路于非家 路于非家呢就是 就是没有这种细腹的状态 就是等于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自在 那本来佛教讲的说要出家呢 当然是第一个是出这个世间的家 那因为出世间这个家呢 他本身是有一种逼迫性 因为是我们的世间的这种因缘法嘛 所以说出家就是要 能够离开自己的父母亲啊 兄弟姐妹啊 亲戚啊 那这些呢 因为我们习惯了 那我们就会 在习惯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的习性啊 就是 一样的这样在反映出来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习性就是在 习惯的这个环境里面最容易 就是反映出来 所以离开这样子呢 就是让我们有一种警惕 那重新开始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 就是最初的一个 这种修行的一个环境 那入于非家 那就是到一个修行的环境里面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起执着啊 然后能够回归我们的心性的 这样的清静自在啊 这样 所以就没有束缚了 那以一个佛教的这种 这种生团嘛 那就是你离了这个世俗的家 那就是进入佛陀的这个弟子的 出家人的生团里面 那这些生团里面 基本上是应该是 但是大家都是在修行 不是要为了 要能够执着世间的这一些的事物啊 或是名利的 所以是叫做非家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普德进光 主业神呢 告诉善才同子的 就是教导这些 在家的放育的众生呢 能够离五欲 而能够入于非家 那如果有众生 身住于空闲 我未止息诸二因生 于静夜时未说生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 他在保护这一些喜欢 即进中来修禅定的这一些众生 那因为他初学啊 那初学的时候呢 他就要保护他们 不要被这一些不好的声音啊 所干扰 所以说二因生啊 就可能呢 是有一些人呢 他也许会讲不好的 或是吸引他去起贪欲的 这一些的这种内容的声音啊 这一些话语啊 那或者是有的人呢 他是会骂 那也许有的人他是故意要 破坏人家的这种安定啊 禅修啊 所以故意 那也许有的是吵闹的声音啊 那就没有让他能够真正的这样录定 所以等于是他在晚上的时候 他就就是帮助这些众生 然后呢 他在晚上的时候 还为他们说生法 为他们说法 然后利益他们能够顺行缘 开出家门 就让他们呢 有这种顺缘 那我们说增上缘 就是让他们喜欢修行呢 那他就能够得到更多这种修行的善缘 所以叫做顺行缘 那乃至呢就可以让他们呢 能够真正成就出家门 那出家门呢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说 他要修行啊 那最终呢就是能够出家 就是专心一致去修行 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帮助众生 利益他们修行的方法 然后能够开示他们的正道路 就是能够真正修行的这样的 修道的这样的路 那真正的这个道呢 当然佛法说以八正道 是我们基本的修行的法门 从我们的身口意三业 能够导向正确的方法 能够正知正见 正语 正命 正业 正思维 正定 正念 那这些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身口意 都是正确的善法 然后安定我们的这种心 那这样子能够看到真正的诸法的真相 看到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修行的法门 所以呢他教导他们这样正确的法门 那为作光明除其暗障 灭其部位占出家也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强调要落实在对众生的这种 教导的这种基础修行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所以这个部分主要的是对峙我们众生的修行 所以我们说的大菩萨呢 他有度化众生的这种菩萨行 可是当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呢 先要从去除众生的这一些贪生痴烦恼 那能够按部就班这样子来修行 所以这边是强调我们基本的修行方法 是这样 了解自己 然后去除烦恼 能够出家修行 是这样 所以说这部分呢就是这个 普得神公亚神 他就告读神在同志 他教重心 就是说可以企图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欧欲 所欺的这个烦恼 他又帮助这个重心 如果说他们 欢迎来修安定的 好像是 好像要修神的 这样呢 他就帮助他们 不要去听到这个不好的这个声音 或是人跟妈 或是说人要把众爱他的这个修行 那至于说在暗时的时候 这个 亚神就会出发 对他们的 可以说 可以说 可以专心去出家修行 这个 这个 政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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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这个 这 就是 这么 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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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这个 可以了解自己的忽略 企圖自己的彈心痴 可以由宰戒和出戒來修行 所以以高度重心的方法 可以基礎上讓重心了解如何對抵自己的方法 企圖自己的煩惱 所以他又用宰戒和出戒來讚嘆、復發精、散步 還有審帝社的各種公典 可以讚嘆、清淨審帝社的行為 就是高度重心 應該就是修行之後 還要知道有發精、散步 要多多來清金、來核心 所以他從教導眾生的這些 去除五欲貪生吃的這些 從在家到出家當的修行以後 他也讚嘆佛法身三寶 還有要多向善知識 就是等於是在佛法都有這種修行的這種經驗 實際的這種 他的一個功德的 這樣子的善知識多學習 最後他就再告訴善才同志 他說 父至善男子 我修解脫時 令諸眾生 不生非法貪 不起邪分別 不作諸罪業 若以作者皆令止息 若未生善法 未修菠羅密行 未求一切智 未起大慈悲 未造仁天夜皆令其生 若以生者令其增長 我與如是順道因緣 乃至令成一切智智 所以這個地方 他就是總結 他怎麼樣子教導眾生 基本上就是要讓眾生 能夠止惡行善 實際上 因為他在眾生的這種不好的行為 就是非法的貪 就是說 不是眾生自己所有的 不是他正常得到的東西 那麼這樣子的貪 要能夠去除 所以不生非法貪 而且心裡不要起這些邪分別 邪分別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眾生看到的對象 聽到的聲音 種種所接觸的對象 我們心裡就會起種種的這種 心裡的反應 喜歡不喜歡 這些就是分別 那或是對這個外境的這樣的諸多的考量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是沒有辦法就是一看 就看到我們所看的東西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只是在它的外相上面 起種種的這一些的思維分別 是這樣 所以這個等於是 也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心 所有的這一些的動作 其實都是斜的 沒有正 我們聽到聲音 我們只聽到它聲音的內容 我們沒有辦法去聽到說 它這個聲音它是從什麼地方的 這個聲音的本質其實也是空的 那它能講的這個心 我們這樣子去觀察 就像這位夜神 他也能夠觀察一些眾生 雖然各種的形象不一樣 可是他的自性是都是空的 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能夠讓眾生也要學習 就是進一步的不要做這些的惡 然後不要起邪分別 然後如果有做的話 他就要勸眾生不要再做 那如果他們沒有聲善的話 沒有修這一些利益眾生的事情 或者是沒有修波羅蜜 如果基本說六度波羅蜜 不失慈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沒有這樣子在修的時候 那他也要讓眾生能夠生 那如果眾生沒有求一切智 或者是為起大慈悲 沒有起慈悲心 就是能夠感受到眾生的苦 那麼也要他們生 那如果眾生沒有造仁天業 那如果沒有造仁天業 那如果沒有造仁天業 就等於是會墮落到地獄惡鬼畜生 因為要做人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做人 有基本的是屬於倫理道德 那我們本身就是孝順父母 然後我們自己就是要有一個 禮義道德這樣子的 那我們自己本身的人這樣的一個修行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種資糧 那天呢 就是我們有能夠行善 要能夠利益眾生 那一般我們說 以八觀哉戒的話 那有受過八觀哉戒呢 我們就得到天這樣的福寶 所以說要得到什麼樣子的果 我們就要有什麼樣子的這種因 所以說衛造仁天業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衛造仁天業 我們就等於是在六去裡面 六道 就是再加一個阿修羅的話 那就是天人地獄二谷畜生 就加上阿修羅就六道 那沒有仁天這樣子的福寶 那就會墮落到惡道 所以就很苦啦 所以要勸他們 也要造仁天的這樣的福寶的這樣的善業 那就要讓他們生善法 所以能夠行善法 就基本上就有人跟天的這樣的福寶 那若已生著要令其增長 所以等於是有惡的要讓他們停止 那沒有生善的要生 那有生善的就要讓他們能夠增長 所以這就是這個波爹進攻亞神 他還把神災統治 就是總結起來 就是說 他來加重心的這樣的方法 可以說 就是要讓重心可以行善 不要做惡數 因為做惡葉就有惡布了 行善到有惡天的股部 那沒有惡天的善嚴 就會堆落三億度 地獄 或是誡鬼 或是缺身的三億度 怕說中心已經有生善嚴 他有在做生善 就是要再放重心 再繼續做好 可以盡重的生善 所以說 他跟神災統治說 他說 度化重心的方法 總結起來就是 放重心要行善 不要做惡 所以他告訴善才同治 他是這樣子的順道因緣 乃至另成一切自治 就是讓眾生從基本的行善之惡 然後再來行菩薩行 然後到成就一切自治 就是成就佛治是這樣 那他告訴善才同治說 善男子 我為得此菩薩極盡禪定 樂譜由布解脫門 他就是成就這個解脫門 那如果說像其他的大菩薩 那他們所修的法門 那他也沒有辦法 能夠教導善才同治 所以他舉的例子 就是其他的大菩薩 他們有的是 具足普賢所有行願 就是普賢菩薩的十大願 那有的是了達一切無邊法界 有的是他完全就是 能夠了解一切法界的這種寬闊 這種法界的這種境界 那有的是常能增長一切善根的 那有的能夠照見一切如來實力的 就是屬於佛的十種能夠知道眾生的這種能力的 而是他的智慧 那有的是能夠助於一切如來境界的 那有的是能夠橫處生死心無障礙的 就是在生死輪迴中 是以度化眾生為他的願的 可是他的心是沒有受到這一些生死輪迴的障礙的 那有的大菩薩是極能滿足一切志願 很快能夠滿足他的一切志 就是佛的志這樣的用 就是指著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強調時間很快的 那有的能夠就是往溢一切世界 就是全部的世界他都能夠去的 那有的是失意能觀見一切諸佛 有的是他就能夠見到一切諸佛了 那有的大菩薩是騙能聽受一切佛法的 那有的大菩薩是能夠破一切眾生吃案的 就是把愚痴來譬喻做這種黑暗 就是眾生的一切的這種愚痴 就是不能夠了解諸佛真相的這一些愚痴的這種黑暗 那有的大菩薩能於生死大業中出生一切智慧荒名 那有的大菩薩就是所有的這一些呢 都是這位夜神他舉例的 告訴說還有這一些這麼多的大菩薩 那麼他們所行的這一些方法 都是他們自己實踐出來的法門 那這些都不是他自己修的法門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能夠知道 也沒辦法告訴善才同志 只是從名稱上面知道有這一些而已 就不能夠去說明裡面的詳細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要接著就是告訴善才同志 他還要再繼續往下面參學 所以他告訴善才同志說 善男子去此不遠於菩提場 右邊有一位夜神就是在佛成等正覺的菩提場的右邊 那那一邊的主夜神 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夜神 那他的名字叫做喜目觀察眾生 這位夜神 你再去請問他 參訪他 是什麼是菩薩行 然後是修菩薩道來請問他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這位普德進光主夜神告訴善才同志的內容 這個部分就是 他只知道這個街頭 他可以教他的就是 他自己施設 這樣修的 獨化中心的 發問 如果說 其他的大菩薩 他們所修的發問 他就是屁股 其他的大菩薩 他們可以說 神舟普遍菩薩的 這個行為 各種的大菩薩 他們所修的 就是說 每一個菩薩 他們所修的 是他們自己施設的 這個實行的 這個內容 他只能夠知道名字 不可以跟他解釋 所以 就是要 把這個賢才同志 放在他 繼續去參訪 所以他介紹說 在佛 他的名字叫做 喜目觀察中心 就說 歡喜的 目標 來觀察中心 這個菩薩 他看中心 都是用歡喜的 目標 來觀察中心的 所以這個雅神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這樣 其實 這個 暗時的這個神 應該是很多 可能就是說 醫所 所在來分辨 所以這也好像說 我們這個 餅乾 我們知道的 這個土地神 也是有 一窟一窟一窟 所以我們 盡情後 介紹 有這個 豬地神 他也是 特別的 是在 當時的 所在的 豬地神 就是 土地公 我們青豪是公 也是神 不然是 我們青豪 福地 正式 這樣 所以說 這就是 這位 鋪地神 他還介紹 下一個 就是 天神 醫後 還有 地神 安祖地神 再來 就是 介紹 七部的 雅神 所以 雅神 可以說 這位 鋪地神 就是 第二位 下一個 又介紹 這位 喜目觀察 眾生 夜神 這樣 那這個部分 我們 還有時間 我們就 下一個 介紹這位 希望觀察 眾生 雅神 所以我們 接著 再繼續 介紹 這位 普德進光 主夜神 他告訴 善才 童子 在繼續往下面 參訪的 喜目觀察 眾生 夜神 那這位 喜目觀察 眾生 夜神 他就是 善才 童子 他就 到了他這個地方 因為 他們的地方是很近的 都是已經在菩提場 附近了 所以 從前面一位 也是在菩提場 附近了 那他就 直接就過去 菩提場的右邊 就去 參訪 喜目觀察 眾生 夜神 那 這位 夜神 他 既然 是在佛 承道的地方 所以 他 所在的地方 就是 善才童子 他就看到他 是在於如來眾會道場 就是 有佛 成就 成等正覺的這個道場 那的地方 他是坐在蓮花杖 獅子之座 就是 蓮花 他的這樣的座 是有 這種 獅子形狀的 這樣的一個座椅上面 當時這一位 喜目觀察 眾生夜神 他就是 已經是在他 度化眾生的 這樣的一個大勢力的 這樣的 一個 普習闖 解脫 那闖是一個 好像寶蓋一樣 叫做 闖 那 這個床 他是一個普習 所以 實際上 他應該就是 已經在解釋說 這位 喜目觀察 眾生夜神 他當時 就已經在 度化眾生的 這樣的狀態 所以是 讓眾生都可以歡喜 這樣 就是 普習床解脫 所以他就 形容說 他怎麼樣 他在這個 解脫的境界裡面 他是 身上一一毛孔出 無量種 變化生云 然後 隨其所應 以妙言音 而未說法 那 普色無量 一切眾生 皆令歡喜 而得利益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在解釋 就是這位 喜目觀察 眾生夜神的 這個 入大勢力 普習床解脫 法門的狀態 就是 他在這個 解脫法門裡面 他就是從他的身上的 每一個毛孔 都 好像 放出無量的種種 變化的這種 身 就是 他從每一個毛孔 都 化很多的身 那這個身 就像雲一樣 我們說是雲是一片的 是這樣 所以他用 這種雲來形容 那是怎麼樣 是 他隨其所應 是應眾生 有什麼眾生 那他就 應什麼樣的身 來以妙因 而為說法 為這些眾生 說法 那 當他為這些眾生 說法的時候 就能夠射受一切眾生 就是用這樣的 說法的方式 來射受眾生的心 然後 讓眾生都歡喜而得利益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董主 他所參奉的這個 希望 觀察中心 野心 他就是在這個 代色力 剖氣 創 解脫的這個 法門裡面 就是說 由他的這個香菇的這個 每一個這個門 他的心 心 身體的這個門 門更康 都可以說 發出種種的這個變化心 要去度化中心 度化中心 這個素目這麼多 所以用那個魂來形容 主要的這個變化心 都可以對應眾心的這個 根基 為他們率化 這樣才來讓眾心 歡喜 力受眾心 這樣是 所以他的這個法門 就是王 這樣的這個變化 這個部分 我們就大家介紹到這裡 我們來開 願於此功德 莊嚴佛淨度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盡此一抱身 同生極樂苦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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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業基金會 佛教慈悲至業基金會 以宣揚佛陀正法 培育優秀僧財 積極社會公益為職制 在珠山長老 法師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財團法人佛教慈悲至業基金會 於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歸佛陀本懷 透過文化出版與媒體的多元形式 將佛法傳揚於社會 並藉由慈善公益的參與 落實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會立足於漢傳佛教 復分語系及宗派傳承 致力於南傳、北傳、藏傳佛教 之間的交流與學習 其能宣揚佛法 以及推廣疏實、護身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導現代人認識佛教 學習佛法為主要目標 結成敬邀各界大德 踴躍護持財團法人佛教慈悲至業基金會 歡迎您一起來推動慈悲至業的各項會晤 一同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傳燈無盡 貴物介紹 護持弘法、培育身材、生前安養、醫療及生活救助 宣揚佛教教義與經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電子多媒體弘法 設置傳教場所、護身等之佛教弘法慈善、護身相關活動 立案字號、台內名字第109-005-1120號 統一編號8751-5434 通訊地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2號 服務電話 03-989-9319 隨喜 www.livetv.org.tw -a-date-sustain.htm 星期六起 時間 每週六下午2點至5點 修持不動佛儀軌 恭頌月葬經吉祥文 恭請戰性法師領眾 聯絡電話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義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 敬請佩戴口罩 量體溫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台南分會 成征義工 聯絡電話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345號 地點 英文 人數很吸引 地點 任新台唱邊 地點 野心的擁有 打網路二段3-112 可不注意的類似 黑字簡直 整個名字 約約816時 自然間 當你就黎摺了 你就不業不如 divorce 事了 你回光返照一下 看看你今生做些什么 检查一下 说我今生没错呀 没做坏事 那检查检查前生 你现在所受的 是你前生所做的 你现在所做的 是你未来所受的 绝对不会错的 这是佛说的 怎么怎么撤压他呢 有些人 一学 学那个他学什么 会什么一学就会 会而能经 他得到这个世界好处了 你学了好多年 不坏 有些孩子读书读不进去 过去他很少读书 他没有这个 有人做善事做不进去 我的前生没有这个人员 你有什么烟 结什么果 我想这个大家都相信吗 你种 你种的是稻米 想结黄豆 办得到吗 黄豆才能结黄豆 从稻子就结稻子 你种什么烟得什么果 你种什么烟得什么果 这个你空一看 每个人 每个行为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有些人一生创业 做不成 有些人他能做得成 为什么 他有这个因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想求富贵 或者想求长寿 或者想求家庭 喝美 想求一些灾害 没有 有个事情大家可以正直了解 凡是灾害灾祸大灾大难那种 你看看信佛地主有好多 因为我跟台湾 以前 从90年 我跟红绝发什么俩 每年大概都到台湾转一转 我最近五年没有了 最近我带那个 我的脚花就没来了 我台湾信佛的地主都 本来看见发生灾难的 没有 但是经常发生台风 台风发生迷失流啊 有些灾祸啊 能去调查调查 看看信佛的地主有好多 没有 甚至于很少很少 每次 我虽然人带大陆带五带三 出来这个 水灾了 你是有灾祸啊 我都打电话 给我弟子问一下 我三宝弟子多不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假使这个灾坏 三宝弟子没有 那就说我们的佛法 渐渐能行上 如果有佛的弟子 佛法就不想 信佛的 他受那个难 但是有个问题啊 有个什么问题呢 真信假信 现在我们的四宝弟子 比修比修您 又不三又不一 如果是真信 信而去行 信了不行 第一步 第一步 得好要去做呀 说到信了 我们解释 解释到信了 人家信 什么样算是真信佛的 什么假信佛的 假信佛的 我们叫它 假善人 表面上做的是善事 心里头可不是善事 这一时你看不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 就看得出来了 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 汉朝的王莽 王莽学 周朝的周公 周公但呢 辅助他 辅助皇帝 进行这个业 而是王莽学周公 学得很像 学得很像 跟周公一样 但是后来他川位 古来有这首诗 周公吐沃勤劳日 王莽千功 下四诗 假使当年神变 一生真为有谁知 这就给假善人写照 看俩人做的都像像 到最后结果不一样 说有很多人 标榜是三人 心地并不散 佛教是讲 从你心地而起 因此就说我们信佛 真心 真心 假心 有条件的呀 不是我们自己说说就算了 真正心三宝 相信 但是首先从你自己起 我们经常说 问道友 有信心没有 我们把这个问题问话 心里想解释错了 说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信不 不是向外 是向内 相信不知心什么呢 是佛 有信心没有 说你相信不相信 你自己信是佛 这个得学大乘教义的 说佛性 说人人都有佛性 不但人 乃至一个蚂蚁 一个蚊蚓 苍蝇 都有佛性 但是堕落了 迷了 但是你信佛之后 先让你信你自己的心 视线 视线是佛 视线能够成佛 不是向外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终生你哭的呢